请宋楚瑜先生提问 时间11分钟 请问 下一个世代是西世代 云端运算的世代 西世代的产业 例如食品安全 农业 产销 健康 医疗 都势必要运用云端的科技 政府应该先把基础的建设做好 过去蒋经国先生盖高速公路 现在我承诺将来要建设网路高速公路 我主张中华电信把频宽还给人民 收费减半 速度加倍 必要时把公司拆解 避免垄断 保障民众的权益 大陆上海一夜之间 网路速度就可以翻了十倍 过去12年 你们两个党都曾经执政 却都做不到 请问马主席 蔡主席 你们两位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请马英九先生回答 时间是两分钟 我很高兴宋主席非常重视资讯的基础建设 我在台北市政府的时代 前四年推动网路新都 后四年推动无限宽频 现在使得台北市是全台湾宽频运用最广的城市 因此我很早就开始希望把这个M台北变成M台湾 当然现在中华电信最近降了几次价 但是在网路的使用者来讲 还是有很多不满意 所以我在今年元旦的时候提到百年生机 除了提到要保护环境以外 另外一点讲了就是网路 希望能够速度更快 价钱更便宜 使用更方便 就在不久前 我们行政院把所有中央机关 2500个单位的公共区域都开放成为无限宽频 现在实施从10月多以来成效还不错 我们还会继续来扩大 这个网路的竞争力已经成为国家竞争力 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们一方面推动这个 一方面推动高画质的电视数位汇流 这些东西呢 凭良英讲 大陆有些地方做的确实是比我们快 我们应该要急起直追 那在这方面来讲呢 其实过去民进党做得非常不足 所以我们上任之后的拼了老命来做 但是有一些东西呢 我们因为各种条件还没有办法让大家满意 这个我愿意检讨 这个部分呢 我也愿意接受宋主席的建议 我们花更多的力气 希望所有这方面的建设 就照我年初所讲的 更便宜 更快速 更方便 因为网路的竞争力 就代表着国家竞争力 这一点宋主席我非常支持您的看法 也希望蔡主席一起加入 我们一起来推动网路不分蓝绿 都是为了台湾的竞争力 谢谢 请蔡英文女士回答 时间是两分钟 谢谢 我们的科技政策讲得很清楚 上网是一个人民基本的权利 所以政府必须要把这些基本的网路 还有它所有的基本的建设 能够确保人民有上网的自由 能够有上网的合理 那么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电信的 有错 出现过这个中华电信 长期以来 因为它是国营事业 也长期以来 它是一个独占事业 所以它在最后一里路上 它是真的有独占权 但是我们这个独占权 是不是一个绝对的独占权 这个我们要来思考 技术是每天在进步的 在进步当中 它可以解决很多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所以我对于 中华电信的独占权的处理 是不是一定要把它拆解 是不是一定要用一个剧烈的手段 我们还可以再来好好的考虑 重点 要让消费者能够 没有障碍的使用 而且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另外一个 我倒是觉得 除了整个网路的建步以外 我也知道 台北市政府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一般人觉得不足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内容产业 如果你的有一个网路 有个宽屏的空间 但是如果你没有内容的产业 那你也是白白的是没有用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一个内容产业 我们要让它能够蓬勃的发展 另外刚才宋主席讲的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我们很多很多的政府的施政 其实都要由这个科技来支援 让我们的政府的效能可以增加 让我们的政府在很多的 这个政府的运作上 有科技的协助会有更有效能 那么这个政府做了四年 我们在这方面 真的都没有看到任何的进步 而且效能一直在受质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